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法官的立法委员丹索瓦 欢迎收看台湾共同 经过国家发展委员会的工业 民国1007年 台湾的老人人口比例 纠备超过14% 到民国10014年 老人人口比例 纠备超过20% 台湾在民国82年 突破7%这个环境的收拾后 就已经迈进了高龄化社会 现在我们必须要开始准备迎接超高龄社会 面对老人人口的政家 我们修身可以做的 就是维持持大活力 让高龄也能够健康 现在有很多社区 在推策引发组活动 其中中法官保严兴台湾社区 和中法市的福殿社区 都发起引发共餐 还有中北走出大忙 和其他的出品头位当做用餐 就是简单又有效的方式 我们中北如果身体健康状况来悉口 经常出外来怕冬 就是一种无形的运动 对身体机灵的维持有帮助 而且每一天用餐的时候 和出品头位 向上分享健康和心情 不可以让精神出口 也不会来悲出病来 万一有一天 如果去担当经济的状况 旁边的朋友也能及时来帝国 又提供这个协助 但是有一些事大的健康状况 就不是很理想 有失灵的状况 经过卫生福利部的通计 全台湾的失灵的老人 差不多有四十八万人 这些老人人口的十六%左右 这些失灵的老人 大部分都是有这个家属 跟外籍看护工来照顾 只有不至十八的人 是在在使用民间的机构 跟政府提供的长期照顾服务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照顾时代的档档 都落在这个家属 跟外籍看护工的心想 政府可以努力的空间 还很大 虽然长期照顾服务法 最近已经通过了 但是未来实质要执行 所需要的经费跟人力 却还会面临端活的危机 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政府必须要重心来检讨 财产总控的稳定 再来改善 再来照顾丸的就业环境 提醒再来 入港丸业 导致照顾丸工作的议员 必须要来变作无人手 无经费 看得到所吃不到的空壳长照 我们基台政府勇敢来承担 尽可能来提供更多 更多 更多优质 更多便宜的长期照顾服务 提供加速有这个好串的空间 也让我们的社团 可以受到理想的照顾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